4月热浪在习印度据印度多家媒体报道 该国连续第二年在4月出现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 今年2到3月多个邦温度创新高 4月更是进一步出现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印度政府已提前部署针对高温的行动计划 要求户外工作人群避开极端高温天气时段开展工作 以保证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产效率 印度经济时报称 2012年4月同样出现的连续极端高温天气 导致农业产量显著下降 水果和蔬菜产量锐减价格飙升 用电量比往年高出约10% 导致印度多地出现大规模停电 2023年的热浪天气将成为对印度政府新的考验 据印度驻币报估计 印度有50%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农业采矿业等 户外工作和高温敏感行业息息相关 高温天气对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宏观影响不可忽视 泰国气象部门显示 泰国西北部达府4月14日 气温高达45.4摄氏度 打破了2016年夜风送府44.6摄氏度的最高记录 首都曼谷曼纳区高温指数为50.2摄氏度 预计最高将达到52.3摄氏度 引发泰国总理巴育对泰国各地危险高温的担忧 泰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学和气候变化专家维萨努表示 强烈建议当局谨慎规划如何保护人们免受极端高温的影响 并在未来炎热干燥的月份对水资源进行适当管理 泰国红十字会新兴传染病健康科学中心主任提勒瓦呼吁 相关方面优先为国家应对即将到来的气候挑战做好准备 并采取有效行动缓解气候变化 他表示中暑不仅威胁到那些有极高健康风险的人 如老人和幼儿健康的成年人也可能成为高温相关疾病的受害者 老挝朗伯拉邦本周最高气温42.7摄氏度 万象41.4摄氏度也创下历史新高 老挝的空气质量原本就受分林大火和广泛焚烧农作物影响 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更是让情况进一步恶化 当地官员对万象时报表示 异常高温可能导致土壤水分不足 农作物减产影响政府的农业生产目标和国家粮食安全